保全在警衛室内晃来晃去 盯着监视器左右端详 下一秒后相发现什么 马上走到对讲机旁 对着话头开始说话 我听电梯之后 然后电梯就有那个电磁波的声音 然后那时候我就有吓一跳 然后后来就过一下之后 就有吹口哨的声音 原来这根本不是呼叫 而是恶作剧 新北市戏指这处社区 一名S小姐 27号傍晚返家 没想到外班保全盯上她 竟然对着电梯对讲机吹口哨 一连吹了两次 这才放下话头 当时这名苏信保全 就是确认女住户已经进到电梯里 并且透过监视器镜头监视她 随机阿琪紧急电话 并且对她吹口哨意图骚扰 原本是用来紧急呼叫的话头 没想到竟然变成保全的玩乐工具 甚至在事发后她还想装傻 她就是有点紧张 然后她就说她不知道 她冷当下不在场 她去逊逻 有点吓到 不舒服 根据了解这名苏信保全 当天是来帮忙代班 没想到会对住户做出这样的事 二作剧过了头 甚至还让对方感觉非常不舒服 现在保全公司和管委会也在处理 一般应征保全要申请良民证 便是有无不良前科 但现在代班保全创下大祸 后续怎么处置也是个问题 记得薛鹏虽欢 新北市报道